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点草成心系列节目,我是Sam 当前,中共肺炎全球大爆发,全球医疗系统几乎崩溃 就连平常能买到的维生素C我们都买不到了 那么,我们除了在家里等疫苗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看电影,打游戏,说话剧,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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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我们今天想说的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它 什么?这不就是我家后院的野草吗? 哎,你说的没错,就是你家后院的野草 但是,你可不要小看它哦 在三千多年前,中国有个君主叫做五王 在五王罚咒期间,他的军队里爆发了一次非常严重的瘟疫 在他的军队中,有一名医生,叫做肖爱 他夜以继日地奔波于军营内外 因为当时并没有什么防护服和口罩 结果自己也感染了瘟疫 但他念及将士病情危急,坚持带病出阵 在慌乱之间,一脚踩到了驱蚊的野草火堆 一个没站稳,仰面朝天,翻倒在了火堆上 他忍痛爬了起来,不顾自己的烧伤,继续给中将士看病 但是过了两个时辰,他却意外地发现自己的病好了 而身上却多了几处烧伤的伤痕 他受到了启发,用那无名的野草烧患者身体的相同部位 凡是被烧过的人,都奇迹般地痊愈了 五王非常高兴,大赞肖爱 肖爱谦虚地说,此乃野草之功 肖爱的无私和谦虚更加感动了五王 五王当即下令,野草当以爱为名 怎么样,现在还敢小看你家后院的野草吗 爱是陈阳之草 从古之间,爱草一直是育制瘟疫的功臣 现代医学的药理研究表明 爱叶是一种广普抗菌的植物 它有非常好的抑菌效果 对呼吸系统疾病有一定的仿制作用 爱如同阳光一样,可以振奋唤醒人的元气 世界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高目》中说 爱叶取太阳真火 扶之则走三阴 而逐一切寒失 其实,宣爱的方法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被医学家应用了 被誉为天然的空气消毒药 有研究表明,爱叶的精油成分挥发出来后 不仅能抑制空气中的细菌和病毒 还可分布于人的口鼻、呼吸道中 形成一道微膜屏障,阻止细菌病毒的侵害 从此,爱草也被载入了中国药典 爱爱停停停,你说了那么多,跟疫情到底有什么关系 别着急,接下来我就告诉你 在疫情期间如何运用着不起眼的野草 来发挥意想不到的防疫效果 接下来呢,我会给出三种使用爱草消毒和增强免疫力的方法 好了,大家把小板凳准备好 准备听课 方法一,自制爱草口罩 我们把采来的爱叶用清水清洗干净并凉干 把适量的爱叶大概15颗左右吧 用纸或者纱布包着爱叶垫在口罩里面 这样爱草挥发出的精油就可以被皮肤和呼吸道来吸收 一来可以驱除体内的湿气 二来呢,还能促进身体机能的运作 此法以现代医学科技称之为微分子吸收法 而且对于空气净化消毒具有很好的功效 方法二,自制天然的空气消毒喷雾 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把爱叶清洗干净 然后放入盆中用温水浸泡30分钟 然后我们再把水煮开 重点来了,我们就煮5分钟 这样天然的空气消毒喷雾就制作成功了 对了,它还可以预防湿震和风湿哦 方法三,我们还可以用爱草泡个热水澡 将干净的50到100克左右的爱叶放入浴缸中 用热水器最热的水浸泡30分钟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药育了 它可以疏通全身筋络,促进血液循环 可起到减乏去湿寒的作用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说的三个方法 其实爱叶到处可见,随处可得 根本就不用去药店买 不信就去你家的后院或者小公园看一看 当你看到这样形状的叶子 并且叶面肥厚,背面有白绒毛 拿起来闻一闻 如果感到味道清香 不用犹豫,这就是爱草了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要去后院摘两棵爱草了 对了,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请随时给我们留言 我们会第一时间回复哦 另外,我们会把注意事项贴在最后 请暂停后仔细阅读哦 以上节目由 知万事看中国的看中国报社赞助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